這裡很沉重的跟大家分享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這個影片已經錄了第三次 那錄三次的原因是因為我前面兩次都忘記按到這個錄影 所以重做很多次 現在已經花了我三個小時的時間 還是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反正今天有個人他就在IG密我說 可不可以做做看等一下我先檢查一下 好都有在錄齁 總之就是這個 就有個人他就密我說拍看看然後講解他裡面的內容 來試著幫助我解惑 OK那我們就廢話說 大概有多類的 第三次 好 好 首先呢我們新建一個UV Speed 然後呢 好 然後呢我們給他縮小 OK 給他新增一個細分表面 在這邊我們給他Ctrl R Ctrl R 然後中間這個給他加深 那我們進入這個Wade Paint 我們用一個漸層把它拉過來 然後上面給他拉過來 好下一步呢我們右鍵Shade Smooth 好我們給他新建一個物理效果 我們新建一個Soft Body 好當我們這裡Wade Paint加的時候 Object Data Properties裡面 就會有一個Group這個東西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要來到這裡 物理效果這裡 我們要來把它呼叫進來 所以我們就點這個Go 然後Vertex Group 我們就選中Group Setting這裡 Damping我們給他改成 10 Self Collision打勾 Add局裡面 這個Stiffness也打勾 Banding調5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播放一下 整體看起來非常的令人滿意 好那我們的Shift A 我們加一個球球 做效 往上拉 好我們平均用一個Location 用個Location 然後往下 到這裡 好再一個Location 下一個關鍵針 好這個時候給他一個Collision 好我們Play 有點快 好退一點 很好有沒有 很完美的一個Q彈的效果 我們就來開始製作我們的小手收 我們先唸個Cube 縮小 放大 然後S X SY SZ 然後呢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好 這裡兩環 然後這裡呢三環 然後這裡選中上面這四面 好然後我們點這個 獨立的這個選取 然後我們用Alt1 我們選獨立分散面這個 然後呢 S 縮小 好然後Extrude 往上 往上齁 好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裡出來 給他一個大拇指 好就這樣 然後我們給他新建一個 細分表面 好 進來這裡 我們給他往上 加一個邊 讓他把它拉緊 手指的感覺會比較突來一點 好 把他的手稍微更短一點 好 Ctrl A Rotation Scale 接著呢 我們要來做這個打屁股的動作 好來到這裡 好在這裡準備給他擊打 我們用I Location Rotation 到這裡 20好了 下來 RY 這樣 旁邊齁 所以我們給他 RGY 到這裡 I Rotation Rotation 然後 GY OK 接著呢 我們一樣給這個 手也給他加上Collision 80 60 好 來到Wade Pen裡面這裡 我們再給他中間這裡給他畫一下 稍微用0.8 好 然後中間給他畫 好 好 接著呢我們就來炫 我們直接用EV齁 這裡都給他打勾起來 好 然後我們Shift A 快速新建一個Plan 好 放大 然後選中這兩個邊 X2 往上D 右鍵Shade Smooth 好 然後我們新建一個攝影機 對 Gift A 加一個燈光 加一個燈光 好 好 Gift D 放他後面 放一個邊邊的光 好 然後呢我們就上 簡單的材質就好了 好 給他簡易的打一個光 直接炫了 終於把這個東西 做完了 齁齁 真的是 真的是 那你也可以當然像 影片中這樣玩其他的材質 還有 加他葉子之類的 他那個葉子呢 主要是用一個中心點 然後再去做Shape Key的動作 那個就是另外的 我們這個影片主要就是告訴你 他這個 Soft Body 還有 他這個Collision 之間的一些關係 還有那個Weight Pen 就是權重 好 OK 那麼呢 以上呢就是這支影片的 全部內容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著點鈴分享 然後分享給所有你需要 這個 觀看 教學的這個 這個人 那如果你有其他 需要去解答 他裡面 影片在做什麼的 相關的內容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IG 好 那麼 就這支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OK我剛剛發現了 為什麼我剛剛用這樣子 爪子都都猜出來的感覺 原來是因為 要用側的 用側的 他這個效果就非常Q彈 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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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那我們就 一會不會 ...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